那么对不少移民朋友来说啊 自己的海外专业资历能不能够被加拿大承认 进而找到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那么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啊 也都积极的在帮助移民朋友 其中呢 加拿大中国专业是协会CPAC 目前就推出了一个培训项目 要帮助海外受训的这个会计专业人士啊 重返专业领域 那么这个项目有哪些特色 有意报名参加的人 又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CPAC的执行总监 史安迪先生 为大家做个说明 Andy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 那么我知道就是说是这个CPAC 你们办了很多的项目 以前有什么电工培训项目了 那这个好像是一个搭桥的项目 就是希望能够帮有这个财务财经会计背景的 再重返他的专业单位 你先介绍一下 这是第一次办吗 不是我们做很多搭桥项目 对 但这个 做工程师 做过会计师 做过财务人员 我们又做会计师 OK 这所谓搭桥呢 就是说海外的移民和这里的就业市场 中间有这么一个跨度 我们搭一个桥 让他能过过来 从海外的背景进到这里的就业市场里去 给他补上这一块 必须是这里就业有各种层次 那么有些帮助你就业的就是你找到工作就算数 大桥项目是最高级那种就业的培训 就是说让不是不是最低工资那个entry level 而是你在海外是什么水平在这里再进那个水平的工作 你在海外是会计师的话到加拿大来你缺很多东西 那我们就去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来搞清楚你大概缺哪些给你都补上 然后你可以再回到会计领域再做你的会计师 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很好的工作专业工作 OK 那么他如果说是要参加你们这个培训项目 这个搭桥项目总共有多少个原额 这一期共有20个名额 20个名额 现在可能还剩下几个空间 真的 那报名什么时候截止 报名应该是2月15号 因为19号开课 有开课 那很快了 很快 OK 这个非常好的项目 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跟这个雇主去了解 就海外移民如果你想雇他做会计 他缺哪些东西 我们把那些缺的都给他补上 比如说他们对加拿大这会计需要有个综合的了解 那给你一个概述上知道 在加拿大做会计是这样的 OK 然后呢各国的税收系统不同 所以你必须学习加拿大的税务系统 反正你没法做会计 OK 然后呢就是出了理论上以后呢 实践当中呢 你得会用那个软件 你最常用的就是Quickbox One和Two OK 你把这个学好了 你在一般的中小企业内做快议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台电脑 让你去练 让你去学这个Quickbox 让你充分的熟习惯 有了这个以后 你应该是技术上没问题的 OK 那这些都是硬性的技术是要有的 那还在软性 你毕竟是移民 你对这里的文化 你对这个社会一些东西不熟悉 那么还要给你补一下就说 这里的职场的文化 这工作环境 这些东西你需要了解 就软的技巧 再加上就找工作本身的技巧 比较一对一的帮你分析 给你讲一些综合的 就是找工作的这个 不管是你的Resume也好 你的Interview也好 你Coverletter也好 做一些综合的指导 然后在一对一的帮你去 单个的辅导 最后呢还帮你去找工作 或者找实习的地方 就是一完整套服务 让你真的希望你 你去找到一份专业的 这个会计工作 OK 那么为期多长的时间 为期几个月 几个月的时间 对我们上一期结束以后 现在有百分之 大概70多的人找到了工作 薪水呢 在五到十万之间 哇 对 哇那相当不错 很不错 就是对 有拿十万年轻的话 都行一名相当相当好的工作 对 那你说这个硬性的这些课程 那就是在课堂里面上 在CPAC 在我们 就在你们的办公室 在Finch跟Mainland Printist 就是说那种学徒计划一样吗 你会找一对一的这些专家 来来带领他吗 对我们有专门的 这个就业辅导的人 来帮教你怎么找工作 OK 就有专门给你 专业上培训 也有找工作这份的培训 双方面的技巧都需要 如果说是想参加这个 这个 你自己本身 除了是会计师以外 你必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海外 已经做过三年会以上会计师 三年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 会计行业毕业的人 然后又做过会计师 这样的人来找工作 不补这个是很难的 就会大才小用 因为你不熟悉这些系统 你就会做很低级的工作 所以补上以后 你可以再做你的会计师的工作 那么需要有这个经历 然后呢就说 当然要是公民和移民 所有政府项目都是公民和移民 公民跟移民 对 然后语言需要一定的水平 这里有个叫CLB Benchmark 就是Kindling Language Benchmark 要七级以上的水平 那还要求蛮高的 你语言不行的话 你没法做事情 对对对 特别是快也都是 有时候你的工作是设计很大 说你的钱 对对对 这个语言有一点问题 后果挺大的 OK 对啊 所以有这个要求 然后呢就是 要收一点点学费 还要收学费 因为这个项目就是说 很贵 政府来帮助就业 就是这个项目进行下来 平均每个人需要投入 大概八九千块钱 帮你找到时候工作 那么这个政府部署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政府这个钱都已经出了 是 然后让你这个个人呢 交大概百分之五到十 交五百五十块钱 那算 那几个是一点点而已了 一点点 他们接来找到工作 一天的工资 OK 那么他还有实习的项目 你刚刚说了 要么帮你找到工作 要么帮你找个地方 你可以去实习 就是我们都 每个人都希望你帮助 OK 好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 想对这个 这个这个培训项目 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想要报名 那怎么 怎么跟你们联系 到我们网上去 就是填那个报名表 一定要在网上填 当那个表填了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但是这个填好了 要去email 要给负责的人 给lili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resume和要求 要面试一下 面试一下就看 你是不是适合到这里来 你是满足调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你想进入这个program呢 要有一定的commitment 就是说你一定要下决心 你要走完这一路 因为20个名额很有限 如果你进去以后 占了一个名额 你又半途而退 你就浪费别人一个名额 这个所以我们要强调 就是说 你要具备调节 而且你一定要完成这个项目 不能浪费这个名额 很宝贵 好 你们的网站 你们的电话 还有呢 交550块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谢谢你 你们总是提供的 这些项目都非常好 对我们移民都很有帮助 好 谢谢你 谢谢 那么有兴趣参加 这个项目的观众朋友 请要赶快跟CPAC联系了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有什么新的话题 欢迎您随时写邮件 到news omni tv.ca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